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新股红绿灯频道 我是Rex 今集就先和大家做一个赛后检讨 然后也会和大家说一下六月底都有很多新股 有哪只新股是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呢? 稍后我就会和大家分享 先来做个赛后检讨 说一下2171科制药业 利益申告我自己就抽中了一手 不幸地都输钱走了 这只新股由招股期到上市前值 我相信不少客户 亦都不少观众都对它有很大的期望 因为时代天使表现都很出色 不多不少都觉得气氛都会带动了之后招股的新股 但很可惜的是时代天使第一日升超过一倍的情况下 其他新股好像反应不到 科借药业基社球资者落超过五成货 我们都以为货源很集中 怎么都可以炒一下 但很可惜的是上市第一日潜水 最差的情况是试过跌超过17% 虽然之后跌幅收窄了 然后之后那几天的表现都不算特别好 都是招股价留下 大家都会找个原因 究竟科借药业其实需要在哪个位置 明明都大股东有禁售期 上市前那些股东都有禁售期 再加上基石球资者落五成货 应该都十拿九稳也有得升 为什么还有这么差呢 我相信最大的原因就是 虽然基石球资者拿了大部分的货 但是另外一半的货 究竟我们说公开发售 抽了一班人都要在市场扔货 扔货也有人接 而最大问题是市场原来没有人接货 很多人都会好奇 为什么会没有人接的呢 那些大MASA不是很喜欢这只新股吗 为什么第一天上市之后 都没有什么人愿意接货呢 我相信最大原因是公司主要的产品 其实都只是处于临床测试第二期 距离收成期都起码都超过接近两年时间 一两年时间 我估计市场觉得距离收成期太遥远了 所以变相有不少的可能中小型基金也好 就算大型基金也好 他们觉得可能直播率不高 所以他们都没什么兴趣想在市场搜货 这个大家留意一下 近一年有不少生物科技股上市 你会看到好坏的参半 原因在哪里呢 原来有不少药物 只是研发到临床测试二期的那些 非正式控制表现是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想大家接下来抽新股 都要留意这一方面的资料 如果发现娱乐间生物科技股主力的产品 都只是去到一期 或者只是去到二期的话 未去到临床测试三期 可能还要等一些政府监管机构批准 距离商业化其实是非常之遥远的 变相修程期很长的话 其实可能真的没什么炒作成分 所以这个也都温馨提示大家 就是未来六月底 应该都还有几只生物科技股是会招股的 有不少的名气都挺厉害的 那么他们治疗的药物都是以癌症为主的那些 没错可能潜力是很大的 但是他们大部分都处于临床测试二期的话 如果他们的股值偏高的话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可能未必有得炒的 所以这个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了那刚才都买过关子 就是六月底其实都有很多新股 就会招股的了 那么有哪一只是值得大家留意呢 那么根据港交所披露二的资料呢 有不少公司呢 已经通过了上市聆讯的了 应该短期内就会招股 但是呢 我们抽新股呢 都是强调了 就是基本面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炒新股 最主要是炒短线的供求关系 而这个供求关系很取决于的 就是公司的定价 就是估值那方面 另外的就是多不多基石投资者参与 有哪一类型的基石投资者 那另外基石投资者拿多少货 那另外我们都会看一下 就是一手入场费多少钱等等 所以呢 如果只是根据公司的基本面 去决定抽新股呢 暂时我都给不到什么意见给大家的 最多只可以跟你说 有一只可能会比较值得大家做功课的 就是一只叫医密通科技 那间公司 sorry 是医密通科技 那间公司呢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平台 可以这么说 大数据平台 是的 那主力就俗称就是SAAS的业务 那暂时不知道股值去到哪个位 但是呢 公司在IPO招股书都说的 就是自称就是全中国最大的医师平台 是的 就是主要就是可能设立了一个平台之后 我来提供一些医学上的资讯 那另外也都会有其他可能关联 就是可能在平台上做一些 类似SAAS的业务的支援等等 是的 那业务方面如果听下去都OK的 这几年的收入和盈利都是高速增长的 是的 就是暂时就未知它的定价 所以我暂时只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这一只我觉得都会是目标之一 那另外有些生物科技股 就好看它最终的股值去去决定抽不抽 所以呢 我会这样卖定关子给大家听的就是 因为这几天应该都或者下个星期应该都有不少新股的招 我会尽量抽多些时间可能在早上的短抄红绿灯频道 和大家分享哪一只是OK 哪一只是不OK的 那就是这样 那今天的新股红绿灯频道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回报一下最新的新股资讯 OK 今集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支持